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我是羅旺哲 再來看到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情況 我們現在透過這張圖 大家可以看的地理位置 先看得非常明確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內容的部分 現在以色列已經20小時 在轟炸黎巴嫩20次 傳出目標是真主黨的領袖接班人 120萬的黎巴嫩人要逃離家園 像半島電視台 他報導指出 以色列已經20小時 對黎巴嫩進行了20次的空襲 其中11次集中在首都 也就是貝魯特南部的郊區 現在這個也是以色列到現在 對貝魯特最大規模的轟炸 現在包括了接班人薩菲丁 他現在這次的大規模的空襲目標 很有可能是針對他 現在他被視為是真主黨的領袖接班人 在暗殺行動之後 目前他的生死不明 以色列證實在轟炸貝魯特的行動當中 再度成功了斬首 這次擊斃了真主黨的通訊指揮官 相連可能有接班 或是說可能是旁邊的一些高官高層 通通都要做擊斃的情況 然後再來看到加薩跟約旦河西岸的一個部分 現在以色列空襲西岸跟貝魯特 哈馬斯的恐怖網路領袖 這些領導人也是死亡 有消息稱以色列同時對約旦河西岸 還有敘利亞的首都大馬士格等三地 發起空襲 導致哈馬斯跟伊朗 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領袖 通通上升生命 這是目前的情況 再來哈馬斯脹血復活 新型的火箭彈偷襲了加薩乙軍 他公布了四個影片來宣揚作戰能力 這個影片現在也被流出來了 好 現在包括了約旦河西岸 已經遇到空襲釀城18時 乙軍稱如果載有哈馬斯高層 一定會把他擊斃下去 現在看出來 雙方情勢真的是滿緊張的 伊拉克的部分 伊拉克現在民兵的武裝 對於戈然高地以及北部 發動無人機的攻擊 現在以軍說 自從伊拉克發生五輪機 已經襲擊了兩名士兵死亡 伊朗在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要警告美國跟以色列 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軍的副司令 他說以色列如果持續犯錯 將面臨毀滅 他說如果以色列將持續犯錯 會面臨毀滅 所以伊朗將瞄準以色列 所有的能源 交通設施 還有包括你的煉油廠 還有天然的汽田 看得出來如果你要再打我 我就把他打回去 這個攻擊力道可能會 勢必會加大 外媒現在報導說 伊朗現在最高領袖哈馬尼 時隔近五年主持禱告 他講話的時候 旁邊是有帶一個 步槍的一個情況 他可能也怕 萬一發生什麼情況的話 至少有個步槍可以保命 現在伊朗最高領袖 罕見主持祈禱 他稱飛彈攻以色列 是最低限度的懲罰 他怎麼說 他說這個是最低限度的懲罰 如果有必要的話 伊朗將再對以色列發動攻擊 哈馬尼說 以色列是吸血鬼政權 美國在這個地區的瘋狗 所以伊朗將以力量和毅力 針對以色列執行任何相關的責任 伊朗也會跟該國區域的代理人 不會向以色列讓步 美國這時候態度到底怎麼樣 美國現在的偏袒態度 可能會導致中東大戰 因為G7關切中東危機 譴責伊朗攻擊以色列 伊朗不滿 轟有偏見 他說有偏見 而且是不負責的一個情況 好 加上拜登 拜登他也說 中東全面開戰可避免 但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們來看看拜登是怎麼說的 拜登這句話出來 勢必會引發一些效益 拜登反問說 你有多大把握說是不會下雲 他說現在他沒有說到底是不是支持 但是我們不是允許以色列 而是建議而已 只有建議而已 現在就外媒報導說 以色列不甩美國重塑中東局勢 視華府為胡亂指點後座的乘客 這個美國的智庫研究員就說 這個美國似乎正在把以色列 視為不清楚以國需求 胡亂指點的後座乘客 看得出來可能在裡面 內部的一些分析 也有些雜音的情況 現在包括了美國的外交失敗 中東面臨全面大戰的情況 正在形成 中東的緊張升高 導致全面大戰 甚至核武衝突 其原因有三 拜登是說 一是拜登政府 一年來的外交失敗 二是以色列與伊朗的報復 以及反報復的螺旋在升高 第三就是美國大選的10月驚奇 好 話回來先請教一下 這個建長 建長怎麼看現在在以色列 跟黎巴奈的衝突情況 其實我們來看中東的情況 未來只會有更多的戰爭 更多的失敗國家 以及美國的退步 為什麼 因為實際上來講 現在大家在談 加薩走廊的越來越少 現在大家都在談伊朗 跟有關於黎巴嫩 這些伊朗是另外 但是黎巴嫩很顯然的 就準備走上失敗國家的一個命運 但是我們現在 在不斷的回想說 為什麼以色列在呼叫器 或者是對講機 一連串的爆炸之後 他能夠很精確的找到這一些領導人 或指揮官然後進行攻擊 但是我們要回想一下 將近一年前 也就是去年的10月7號 我們講哈馬斯發動洪水行動 以色列卻渾染不直 還是以色列根本就知道 只是故意讓哈馬斯 對他進行攻擊 他更有理由收拾加薩走 順便把真主黨一起收拾 是不是這個樣子 現在這個是最讓大家起疑的地方 第二個 現在也就是說 當約旦河西安的主要政權 他沒有辦法指揮加薩走廊 因為實際上加薩走廊 已經打成一片廢墟 之前不是有人說 這個是城鎮戰嗎 不 這個一直都是殲滅戰 直接以色列不但把這些建築物打爛 而且他還在使用他的裝甲的推土機 把所有的道路全部拉爛 那為了什麼 也就是讓這裡永遠不適合居住 接下來我們看到 為什麼我講說更多的戰爭 也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這個伊朗已經陷入這個戰爭 那但是大家有沒有想到說 之前 而且我不斷地強調說 美國的驅逐艦也發射標準三型的 這個防空飛彈 來攔截以色列打來的 對不起 是伊朗打來的這些彈道飛彈 不要忘了 這個標準三型 跟標準六型的這些飛彈 一顆400萬美元 也就是他為什麼要用這麼高架的飛彈 來進行攔截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看到 以色列的空軍基地 其實一個基地被打中了三十幾個彈坑 那為什麼美國還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這些軍事權裡面有一種討論 也就是美國借用了現在 伊朗發射彈道飛彈 而且一直傳聞是 高超音速的這些飛彈的時候 他直接用標準三型來攔截 收集更多的數據 看看他的飛彈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 對於這些高超音速飛彈進行攔截 另外我們這樣講說 當這些失敗國家更多 顛沛流離的越多 真的對於以色列更安全嗎 不一定 但是以色列要告訴大家的是什麼 也就是布林肯 在去年的會議的時候 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不上桌 聽美國的話 你就要變成桌上的菜單 這就是血淋淋的現在的實證 好 請教楊老師 其實伊朗這一次發射180枚 或者是200枚 應該是流星三型 射程可以到1300公里 他是飛了將近1200公里 他對以色列的軍事基地 三個空軍基地造成了 相當程度的摧毀 甚至以色列跟美國合作的 F-35I的戰機 逆中型的戰機 第五代的戰機 據說都有被摧毀 當然以色列這邊 美國這邊都不會公開的承認 可是衛星圖都顯示了 所以第一個 以色列所謂的密不透風的 這些反飛彈防禦體系 根本就破功了 因為伊朗這次沒有先預告 他大概還是飛了15分鐘 從伊朗到以色列 因為長達1000公里以上 15分鐘 15分鐘你都沒有來不及 去做就是整個飛彈防禦嗎 我覺得這有一定的威懾的效應 而且伊朗現在警告 他有更多這個流星三型 流星三型1990年代使用到現在 他甚至還有流星四型 射程可以到2000公里 他甚至還有法塔赫的那種 超高音速飛彈 那是真有假有 我們不確定 可是表示他的飛彈攻擊能力 跟上次四月份不一樣 這次真的不一樣 所以你現在在想 以色列怎麼回應 我們大概在接待這個禮拜 上一次四月份的時候 伊朗是4月13號打一波的 無人機跟飛彈 到了4月19號以色列回應 隔一個禮拜 所以這一個禮拜 接下來以色列會怎麼回應 直打軍事目標 那就跟上一次一樣 你打一波 我打一波 大家大事化小 這樣才OK 但是以色列會在地面上 針對尊主黨黎巴嫩繼續的攻擊 如果他打伊朗的石油設施 或者是核設施 核設施打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中東大戰了 他如果打石油設施 看要打的這個程度如何 通常伊朗大概也會有 另外一波的再回應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看到拜登說 希望以色列不要打核設施 然後現在看到美國說 可能無法阻止 所以證明第一個 已經拜登是一個失敗的政府 他的外交政策 完全無法去控制住以色列 一個犯了四種國際罪行 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隔離 對巴勒斯坦人在加薩地區的屠殺 針對呼叫器 採取的是一種國家支持的恐怖攻擊 不就是恐怖主義 造成了3000人的受傷 35個人死亡 然後第四個 他不就是在攻打侵略 別的主權國家黎巴嫩嗎 而且你不要講 巴勒斯坦有146個國家 承認他是主權國家 所以以色列所作所為 每一個每一項 如果把它放在非西方國家 所有這些美國西方國家 馬上千夫所指 為什麼對以色列可以這麼縱容 我覺得伊朗這一次 其實做到了威責的效應 接下來就看以色列的選擇 但美國只有在旁邊看戲了 好 請教平哥 我覺得現在以色列就是 完全沒在管 就是反正他只要懷疑哪裡有 政府黨 他就往那個地方打 至於打中或沒打中 其實他也不在乎 會不會殺到平民他也無所謂 對他來講就是這樣子 因為反正 如果打到的是黎巴嫩的人OK 一樣對他來講沒差 無差別攻擊 對 所以我覺得以色列 其實就是在進行大屠殺 就是在這樣 只是現在他的對手 不管是珍珠黨也好 哈馬斯也好 都無力正面抗衡 只能用這種游擊的方式 突擊的方式 大概做一些騷擾性的攻擊而已 誰能夠阻止這一切 當然就只有美國 可是美國願意阻止 美國顯然不願意阻止 美國跟你講得很好聽說 他們有去跟以色列商討幹嘛 建議 你為什麼不直接出兵阻止 你為什麼不跟以色列講 你如果再採取這個行動 我們在那邊兩個航母戰鬥群 不是好欺負 但為什麼他不敢 很簡單 因為以色列是美國人的爸爸 就是這件事 因為美國現在正在選舉 現在不管民主共和黨 都要看猶賽爾人的臉色 所以大家都不敢對他怎麼樣 就任由以色列這樣幹 而且美國不僅自己 整個國家被以色列挾制 美國還幫著以色列去挾制機器 把其他國家也全部帶進來 然後去譴責伊朗 那問題是 以色列現在在幹什麼事 以色列幹了 就是完全違反國際關係 違反人權的事情 他現在是堂而皇之類 入侵其他國家 是 黎巴嫩是個主權獨立國家 結果他就這樣直接入侵了 然後聯合國也不吭聲了 然後機器還幫槍 所以我覺得 這其實明明白白的表示 這個世界上不會有正義 就是這樣 美國也沒打算要主持正義 拜登講那個真的很好笑 他什麼叫做什麼 你會不會去商討 明天會不會下雨 對 他在講什麼 如果要我去解讀這個意思 雖然拜登後面有講說 他認為不會全面戰爭 可是我必須說 拜登講那句話 等於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總有一天會全面戰爭 是 以前先預告了 因為總有一天會下雨 對不對 所以你就總有一天會全面戰爭 不就這個意思嗎 他其實在告訴我 美國對這個整個局面 已經束手無策 就是現在就是 以色列準備幹嘛 美國只能提中一種角色 就是資源 以色列不管打哪裡 美國繼續提供彈藥 美國繼續在旁邊幫他守護 誰來攻擊以色列 他還要幫他擋飛彈 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認為這個東西 當然短期之內 伊朗不會再出手 因為伊朗說真的 他量能有限 可是以色列的行為 持續這樣下去 一定會激起周邊 所有阿拉伯國家的分開 你要知道這些國家裡頭 有一大堆的這種 各種各樣的武裝組織 現在是伊拉克 這邊的民兵組織開始出來 接下來其他國家不會有嗎 我跟你講 這個仇幾十年 大家都不會忘記 會持續的纏鬥下去 好 我們休息一下廣告回來繼續討論